在我演讲之前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希望大家闭上眼睛听我说话 我们每个人想象着你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离开这个座位 然后走出演播大厅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帮助 再走回来找到你现在自己的座位 您一定知道什么叫功能障碍 现在大家可以睁开眼睛了 欢迎你们回到光明的世界 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盲人 2008年夏天 我们专门为盲人朋友 设计了一个模型的触摸展 这上面有一百多个模型 其中有一位老盲人 白发苍苍 他摸着那个蒸汽机车的金属模型 哎呀 爱不释手 他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 讲解的志愿者就问他 说大爷 那边还有好多模型的 您都能触摸 有人给您讲 这位老盲人他笑了 他说我呀 大小就失明了 是听着火车的声音长大的 我就想知道他长什么样 今天我终于摸着他了 可是我跟他一样 都该进入博物馆了 原来这位老盲人生在铁路边 父亲是铁道职工 当他知道火车的时候 就天天闹着要去看火车 父亲就等他到七岁那年 过生日的时候 把他领到了铁道边 无一会儿 火车真的来了 他已经感觉到脚下在震动 甚至他能听到铁轨 发出嘻嘻嗦嗦的声音 他站在那儿 低着头 侧耳倾听 他想用他的耳朵 收集火车所有的信息 但是孩子没想到 气笛声震耳欲聋 一下子就贯穿了他的心灵 他浑身颤抖 他伸手去抓父亲 父亲把他抱在怀里 这个时候火车喷着蒸汽 带着巨大的动能和震撼力 在他的眼前呼啸而过 刹那间 他浑身的细胞 都在燃烧 整个身体也被这个 巨大的钢铁长龙给融化了 他被惊呆了 你知道触电的感觉吗 每当我想到这一刻的时候 我就热血沸腾了 我多想去摸一摸 那让我梦寐以求的火车头啊 今天我如愿以偿了 一辆蒸汽机车 成了他六十年的向往 一个儿时的期盼 在他触摸的时候 才是真实的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都能对美好的事物尽收眼底 可是当我们引领着盲人 去分享你眼前世界的时候 他们会感激地告诉你 谢谢你告诉我 你看见了什么 当盲人朋友 又尊严地走出家门 去参与社会的时候 那才是 信息和人性平等的 真正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